今天很漂亮 不太好 今天阿蘇德巴黛 今天我今天很久 今天我用很簡短的一個時間 給你來介紹一下 我們塞德克文化藝術團 這一個藝術團其實蠻長的一個時間 是在從九二一開始 因為部落遭受到一些地震的災害 所以各部落裡面的老人 也是一個機會 也是一個很好的一個 抓住了我們塞德克文化藝術團 這樣的一個文化 所以在這裡 他們就做了一個老人日託的時候 好幾個老人就回到了教會了之後 他們就一到教會 很感動的一個地方是什麼 他們就用那個古老的古調 來互相的對話 所以我很贊同的一句話 是一種的語言 在我們部落對老人來講 它是一種的語言 所以他們在用吟唱的部分的時候 他們就用他們心裡想要說的話 來表達用吟唱的方式 好我比如用一個方式 吉桑林 吉桑林 三里立不吉桑林 這個是讀碗那邊的 吉桑林 三里立不吉桑林 它的意思是什麼 文言文 它說我很高很高興 它用三里立不用植物 來表示這首歌的荒熱 這個是第一個 然後第二個是用吟唱的部分 是個人部分的 比如說我去做一些田間調查的時候 我就進到一個老人的村陽那個地方 他就講一句話 他就用一個文言文的方式 就是在我早上再發給大家的資料裡面 就是各部落的老人相機已經走了 他們留下很好的一些Wias 的傳承 傳到我們這邊 所以這裡面它有吟唱部分的 在我們的音樂這部分 它有分成 我們在塞德克的一個Wias 下面有分 一個是Wias Kameiki Wias Kameiki 是在敬典的部分 我們大家一起的歡樂 在Wias Kameiki 那邊有五個部分 是一個分享 一個大家一起來快樂 這樣的一個Wias Kameiki 這Wias Kameiki 裡面它可以唱 兩天兩夜都可以 它是互相去輪唱的 就算如果早上有看到跳舞的 那個是屬於Wias Kameiki 還有一個部分是打類歌的 那不是隨便去唱的 一定是有特定人要去唱的 特定人 然後再來有一個是吟唱部分的 吟唱部分是你這個老人要對你的下一代 有一個語言 有一個交代 所以我很感動一個老人 他對他的孩子的交代 他不是用語言 他用唱的一個方式 用一個唱的一個方式 就是他把所有的孩子的名字都叫出來 每一個每一個孩子的名字叫出來 每一個每一個孩子的名字叫出來 後面他就講一句話 他叫什麼 你們在這個活在這個世上 你們不要吵架 你們要有體質相愛 就是要用一個吟唱的方式 降低那個談話的一個方式 跟老人的一個衝突 減少了那個衝突的一個 語言上的一些的 用唱的方式 我會說你變得很難 所以在這裡 我為什麼會成立這個文化藝術團 我有一個典故 就是因為我要去完成一個 已經去世的一個老人 阿倫巴勒傳習 和尤吉尼斯阿貝達 跟阿倫巴勒傳習 如果你們知道 這個是我今年我們做的一個CD 這個是完全沒有音樂 是原聲帶 個人原聲帶 有Drogu的 有Dradaya的 有Wiz Meiti的 有孩子的音唱部分 有對孩子的勉勵的歌 有打獵的歌 其實都在這個CD裡面 再來 在我們的詩歌本裡面 他有很多的一些故事 也許在我們賽德克藝術團裡面 我強調的就是 我們賽德克 Wiz Meiti的原因 Bate Bate 不是用樂器來完成 而是用我們自己的 Wiz Meiti去呈現出來 所以這個老人 他跟我一句話說 一定要成立一個藝術團 讓這一個 讓政府來認同保存我們的文化 所以在102年的時候 我們就邀請了 南投縣政府文化局 來做一個評鑑 來聽一聽我們這個 是不是屬於很傳統的東西 當然之前有很多的學者 這個學者有武榮順學者音樂家 還有曾英芬音樂博士 他們幫我們 就是因為他們有他們的參與 我們把所有Wiz Meiti Logu Douda 然後Gdaya 我們已經編成了一個 編曲了一個譜 編曲這個譜了之後 讓下一代我們的年輕人 很容易的去學習到 我們的傳統的歌舞 這是很寶貴的一個東西 其實老人都已經走了 目前在我們藝術團裡面 只有一個老人八十多歲 可是他現在沒辦法唱了 沒辦法唱了 那我們這個下一代的 像我們終生代的 還有我們現在藝術團裡面 我們從六十幾歲 三十歲 也有更小的喔 有字眼在學 我們會一起跳 所以我們在一起跳 過程裡面 我們有很好的一個經驗 我們把文化故事 我們要講的 打類劇 還有吉宇劇 還有播種劇 我們會有一個 我們會有展演一個舞台的劇 然後再結合一些的 我們的Wiz Meiti 如果今天 因為這幾天 這兩個禮拜 我都在做一個和銷 做和銷的 把我忙了差不多一個禮拜 所以昨天剛剛做完 我的資料 就沒有給一碗 就沒有給一碗 不然我有很豐富的一些 我們這三年來的一個展演 展演 我們也在文化部裡面 我們用舞台去做展演 呈現我們的Wiz Meiti 我們Wiz Meiti裡面 很寶貴的地方 就是我們結合了我們的文化故事 所謂是我們的文化故事 就是我們去打類啊 我們有一個故事 我們播種劇啊 我們後裏順著的 Mannuketa Sambaruwa 這個都是一個 我們的文化的一個故事裡面 我們給它結合我們的 Wiz Meiti 跟銀唱部分 第一年當中 我們所展演的一個舞台劇 是求婚劇 我們的Gaia真的是很好 求婚劇 不是隨隨便便的 Rudan他不會直接去講說 Eenogin 5萬 他們是嫂子 他們是用什麼 這個我才加入 我才知道 他們是用一個繩子去綁 綁很多的結 他就很多Eenogin 也許他要綁很多的結 他要一個特蘭聘金 嫂Rudan市廟 然後我們把這個 每一樣的一些的故事 結合在我們的烏鴉室裡面 就變得很豐盛 讓那些後生代的一些年輕人 可以去接受 在明年未來的一個 我們也是在做 我們藝術團是在做 Wiz Meiti的教師種子 我們在培養師資 所以我們的師資 有到各部落去做一些 Wiz Meiti的教學 然後我們也要到學校 我們也要到部落去開班 我們讓那些下一代 都不會忘記 讓我們所留下來的 很豐盛 很好的一些的 那些Wiz Meiti 最後的話 我們是未來的一個發展裡面 因為我們為了 要用因我們的年輕人 其實我們還有一個是 我們的音樂 我們有很多種的音樂 不單是用Wiz Meiti 我們還有採用就地取材 就地取材 就是我們有口黃琴 口黃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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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唱的部分 也是用Wiz Meiti的影調 而音樂來唱的 所以希望在我們未來的一個 明年開始 我們會要做一個CD 就是說結合現在年輕人的樂器 來結合我們的Wiz Meiti 所以我在這裡 我希望用一段時間 我這裡有很多的一些 Wiz Meiti的歌本 我們有這樣很厚的 Wiz Meiti的歌本 我這裡有印製了很多 如果你們也有需要 直接跟我聯絡 我們還有一個CD 這是今年我們做的 我們還有前兩年有三卷的CD 也希望你們可以跟我授取 因為我們的目標 我們的使命是什麼 我們要把這個東西分享給你們 這個是我們Drogu的一個很好的文化 你們需要可以把我們這個藝術團的電話 我們可以全力的來幫助你們 我們一起來保存 老人留給我們這樣很好的一個資產 所以今天我們這個資產 已經是在到文化部這裡的一個輔導 所以他有這幾年的輔導裡面 我們才有很好的一些資料的保存 所以謝謝大家我們來支持 以後我們來支持我們的Wiz Meiti 好 謝謝